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尊貴的最佳莊钱如赏 這一批 前陣子出的第二代 他在日本 就是一直蟬聯 就是第一名 非常厲害 然後他也是 就是大黨期 台灣大黨期的時候 專櫃一次那種會帶六瓶 我真的不誇張 它像一個鏡子的飯 對 它很像鏡子 它裡面好像有加亮粉的感覺 可是其實這瓶子 太光營的女人 我覺得今天要 不是讓你亂花錢 該花的就該花 不要在那邊亂省 你省了結果買了一個 省了省了省了 然後買了一個爛東西 對不對 傷了自己的身體 身體傷了也就算了 對 又傷了荷包 不是 然後臉變臭 對啦 都傷了 都傷了 對 所以我們 給你一個方向 今天不管有多少的預算 你一定會找到 適合你的東西 跟著粉美賞走 對了 今天粉美賞有幾樣東西報名 總共有 六百個產品 參加比賽 然後總共有 兩百八個事件入圍 那經由三十幾位的老師評審 還有醫師們 還有廣大的網友們 大家一起評選出來之後 總共有 81個產品得獎 辛苦了 現場的這三位老師 對 每一年就是他們 每一寸的肌膚 幾乎都沒有空閒下來 有時候會測試到皮膚就暖了 因為那些產品其實有很多都很好 對 只是說 畢竟你一下要很短暫的時間 你在不同的產品 不斷地在你肌膚上測試 其實我們都要有很大的心理準備 但我們也很感謝女人 我覺得她 因為有這個粉美賞 包括專家老師也可以借這個時候 更能知道哪些東西是最好的 對 我最害怕的就是說比如說這個 這個彩妝品 我覺得我非常好用 然後我又怕它缺貨斷貨 所以我們就囤貨 至少我用個十年都沒有問題 問題是你知道一年一年的那些彩妝品 更不要說其他的產品了 每一年的科技 對 日新月異 一個人都在做 老師他從來不建議說我們要囤貨 因為你明年或者是下一季 你可能會發現更好用的東西 對 而且他有時候會出到第二代 又比第一代更好用 沒錯 因為他升級了對不對 對 還有一個老師說 因為我們的年紀已經不是十年前的 你的那個條件了 所以你為什麼還要用十年前的東西 沒有錯 真的 那小布老師更是不用說了 尤其是在介紹這些保養品的時候 前製作人也可以這種感受 大家會覺得我們看的都是這種 五分鐘的節目 可是你不知道有的時候 比如說面膜 我們要等 對 要等時間 我們現場就是二十分鐘 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對不對 還有我們要設定那個面膜 設定就是設定一些面膜 擺設 我們到底有一些藝人 右臉不給拍 拍左臉 可是他來的時候 左臉長爛鬥 對 怎麼辦 也沒有拍 這怎麼辦呢 就是很多都是要溝通的 老師的粉餅也辛苦 然後來這邊錄影也辛苦對不對 沒有 三分鐘不講話 你就會開始打悶哈欠 你確定也要到三分鐘 不用喔 不用三分鐘嗎 不用三分鐘 今天我們就對陣消耀好不好 好 對 麻煩喔 麻煩老師了 好 第一個 無所畏懼 對 今年也是我們這個 粉餅的主題 你們就是要無所畏懼 對 那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臉上有瑕疵 用哪些產品呢 我來看看誰的 臉上有瑕疵 都有啊 他們都有啊 沒有 只是分大俠 小俠而已啊 大俠 小俠 應該就是派跟一路吧 目前這樣看起來喔 年紀差那麼多耶 我們差十幾歲 當然是我啊 看起來有差這麼多嗎 沒有 她的 沒有啦 妳看起來 妳知道嗎 我講認真的 因為現在是暑假 並不是是 也是農曆七月的關係 暑假好可怕喔 爸爸媽媽真的是好可怕 妳看我就是立刻曬超黑的 對啊 為什麼妳今天好黑喔 就是整個人全身按緊 媽媽 妳要 所以放暑假比放鬼月還可怕 對不對 一樣 十多約在一起 對 一樣 十多約在一起 對 一樣 十多約在一起 就是整個人全身按緊 裝備 雙倍可怕 年紀的時候只覺得 鬼好可怕 因為要陪著她 又不能休息對不對 然後孩子現在大了 我比較輕鬆了 在睡覺方面 可是白天就不輕鬆了 媽媽 媽媽 去哪裡 媽媽 媽媽 要幹嘛 對 而且我 我今天也放哪根筋不對了 車鑰匙給她 叫她自己支付手 有這麼多嗎 八歲 八歲了 才八歲 十八歲了 好放任何 對 還不行 因為我就想說 上了三年級以後 她的課程會很滿 會比較少一些空閒的時間 所以我就沒有幫她報什麼 就是下令營謀 想說我自己陪她 她想去拿 我們一起計畫去玩 結果第三天就有點後悔 太黑了 因為真的太累了 她就說 那她想要去學游泳跟去玩水 所以我就陪她跑了很多的一些 什麼自來水博物館 要學游泳的地方 我就發現她學游泳的地方 她可以穿全身的那種防曬的 但我其實又熱 我不行啊 妳也要下水陪她就對了 沒有 有教練 但我們會坐在旁邊 那有的是要一起下水玩的 然後我就 坐在旁邊幹嘛 喝酒嗎 看帥教練 我也想喝酒再不行 看女兒啦 危險嘛 然後教練還滿帥的 有腹肌這樣 可以挑喔 所以一樣錢才可以 不是我運氣好 這一個有腹肌 也有女教練 我跟他們都有 沒有年紀比較大的教練 有大肚子 也有一些錢 自在游泳籤那種 也有一點點這樣 那我這一個剛好特別 所以我女兒說 媽她有腹肌 我說妳在八歲妳怎麼懂 她說她都是肌肉的媽媽 然後腳在教練面前 轉過來跟我講 我超害羞 所以這個暑假 我就陪她去玩了很多雪上活動 然後去陪她去很多那種 昆蟲的夏令營 不是那種夏令營 就是單天的 那妳要去補啊 補防篩 我就要陪她 可是有的時候 在戶外真的一直在 我一出去就等於像 那個汗已經滴到 像在洗臉的那種 然後妳去陪她去山上玩 陪她去露營玩 然後妳回到家 我真的覺得 以前都覺得 年輕的時候敷臉有用 現在覺得只有敷臉的 在這個臉上的時候有用 一拔下來就覺得 又沒有用乾 好乾喔 而且現在就是 因為尤其就是用碗水 然後你會已經 皮膚會乾到就是像那種 塗乳液的時候會有點刺痛 那是會已經想到皮膚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每個暑假都要老兩歲這種感 就是加速老兩歲 暑假的時候我朋友約我 都說我沒空 然後不小心在路上遇到 他們就說 妳氣色 怎麼那麼差 妳今天是不是看起來很累 就是不要跟我講說 妳有細紋 妳臉下垂 沒有 每個人看妳的臉 就跟看鬼一樣 然後就說辛苦了 那妳嗎 我們約妳了 不約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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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暑假後我們再聚 可以交給專業的 所以第一枚這個東西 老師妳怎麼那麼沉重的感覺 這一樣殘胞 講得好可怕 所以我從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她臉蠻乾的 所以她在這個狀況 是不是她使用的保養品 要慎重一點 不一樣 可是太厚重我也受不了 先去拜拜 我們去廟裡面走一圈 沒有 先要暑假結束 我們去廟裡走 把女兒送回學校 沒有 暑假開始了 我現在終於有時間來 暑假結束了 我可以好好的打理自己 所以我是不是 我如果跟她一樣算礦 我也是剛剛從峇里島 晒回來 我在那邊六天 我六天都躺在海邊 晒到就是 但是也沒有變黑 我一個小時就補一次 真的 對 那個本來就要一個小時 然後我都用毛巾跟帽子 遮我的臉 就是最主要我是不想要讓大家看出來 我是誰 雖然看不太出來 是嗎 但是我還是會補防曬 沒有 我就只有去的之前有差而已 但是我晚上一樣的面膜 比如說那個面膜 我從去年兩… 去年 去年她們就有得獎了的面膜 可是我今年用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不夠了 不夠 餓不了了 是我又老了 還是太陽又變… 還是因為國外的太陽跟台灣… 有可能那邊比較接近赤島 對不對 巴黎島 對 因為太陽 所以太陽比較強 沒想到 我懂你的明白 真的 那你先救她還有我 對 我們先救誰 好 先救比較嚴重的 真的 而且你有接近超會她 對 而且是全身 而且她今天穿這個衣服看起來更超… 會不會覺得你今天的服裝有一點問題 真的嗎… 其實就是我臉有問題 你現在就覺得我什麼都有問題 我覺得以路今天的狀況 它不是 好像不是單一產品 對 它不是單一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 食樣 沒有 多效合一的產品來幫她 所以我今天要幫以路用的這個產品 其實是這一次粉美賞有獲得 網絡通販最佳逆鈴精華液賞 就是她 就這一位 她在日本的各大電商平台 都是銷量第一 賣得非常非常好 那當然我覺得她可以賣那麼好 跟她會獲得我們的粉美賞 我覺得有幾大原因 首先第一個 她其實是日本的厚生繩 大家知道厚生繩嗎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衛生繩 衛服部 對 衛服部 然後他們是有厚生繩認證的 醫藥部外品 就它不是一般的化妝品 它裡面的有效成分 已經到達了一定標準的濃度 像醫療級的這樣 對 所以它叫做醫藥部外品 然後而且它裡面用的成分是 厚生繩唯一認證具有抗皺跟美白 雙重功效 好優秀 適合你了吧 別適合 別適合 一般給我們 我們也滿需要的 這種曬傷的狀況也可以用美白 可以 對 而且重點是第三個 我覺得她能獲獎 就是它非常的溫和跟安全 它是九大無添加 什麼酒精色素香料 礦物油 有害防腐劑 有害的介面活性劑 全部都沒有添加 而且我不曉得 有沒有發現這款金丸藝很特別 裡面有一顆一顆 對 有一顆一顆 這個叫做 美肌菌精球 它這個每一顆精球裡面 它有五種益生菌 跟一種益生源 為什麼要特別講那個益生菌 因為其實這兩年在美容界 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叫做維生態保養 就是我們臉上的健康 要保持臉 要保持一個平衡 對 你要保持一個生態 讓你臉上的抑菌變多 這樣子就可以維持你的面部 酸鹼質的平衡 還有維持皮膚的健康 還有增強它的防護力 所以我其實特別 我覺得特別適合 乙露現在的狀況 所以這一罐金丸藝在用的時候 它要 對 因為就是要把那個球 在臉上破開 對 在臉上破開 對 就是這樣子 有 它會感覺到 怎樣 有像一顆像球一樣的東西 可是一下就消失不見了 再抹上去的那一下那有 可是通常塞上的是 不能用美白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又可以美白 好舒服 好稠潤的感覺 可是它又不油 所以我覺得 它很潤 它好潤 我剛剛說它那個抗皺跟美白 有 雙效的成分 叫做醃鹼西胺 醃鹼西胺其實有的人會把它 稱作維他命V3 它可以阻斷黑色素傳遞 它可以加強保濕 它可以修復我們皮膚屏障功能 它還可以抗衰老 另外有一個大家比較可能 比較陌生 叫做聚濟鞍鹽 聚濟鞍鹽 它這個成分很厲害 它其實是一個 仿生物科技的成分 就是它模擬我們皮膚的細胞膜 然後你擦上去之後 它在皮膚表面形成一個 會呼吸的生物膜 它會把水分抓進來 所以它的保濕能力 是玻尿酸的兩倍 現在馬上就去之後可是 很清爽 這兩個顏色差好多 所以就變白 我的手擦超多 然後重點是 我不曉得剛剛 有沒有發現 我其實有擦到一路的眼周 你也可以 對 它眼周都可以擦 因為我剛剛講 它是九到五天家 非常的安全 所以你眼周 這樣子帶過去 也沒問題 都沒有問題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美郡露 重點不用跑去日本買囉 在網路上跟藥妝店 都可以買得到 天天下日再也不怕曬 分美賞最佳逆鈴精華藝 讓曬上又妖怪的臉蛋 越擦越亮白水嫩 除了臉上有瑕疵 那就派派好了啦 對 對 我的臉也很有瑕疵 哪裡 妳那麼年輕 有 而且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不是故意要KING妳 我只想說這些姊姊 我們都不好惹 這樣說 不是 她臉上有瑕疵 用黃金來救 她手上有黃金 真的 她都這樣子 她都這樣子割臉 她都幫我黃金 真的黃金 真的真的 哇塞 然後因為我近期 我發現就是我的臉 可能換季的關係很乾 忘記 換季 換季 對 然後會變得很乾 然後因為我覺得我化妝的 那個順序好像不是很多 妳說 像我洗完臉 然後第一件事情先擦化妝水 對啊 擦完化妝水以後 我會想要擦那個隔離 因為準備要上妝了 所以妳保養做化妝水 所以妳保養 對啊 妳保養 乳液呢 乳液是最近才擦的 重點是 好 再擦了就是隔離以後 我會擦一個很祕密的東西 就是 很祕密的東西 就是你們有沒有看過 人家會在臉上直接開磨皮 磨皮 妳說像那個丘圖軟體的效果 美肌軟體 變得有點霧霧的 它上去會那個粉紅的 透明的 有點白白的那個嗎 而且它就是會有點 跟毛孔那種 刀狀的感覺 你看它會有沒有 打霧的 對 我知道 對 然後因為我後來發現 就是我這樣子做完以後 那個T字部位比較會用 但究竟妳沒有什麼毛孔 對啊 有 還是妳剛剛有用 人類都會有毛孔的 就是不明顯 然後又想要就是更完美 我就會這樣做 然後發現 弄完以後我的臉超乾 反而就是到現場 就是舒嬅姐姐就會說 拍拍你的臉今天怎麼乾得不得了 然後還去拿一些那種 保濕頭幫我敷一下 不然就會有那種 雀屑的乾皮 直接在上面 因為妳它那個當然會有雀屑 這個嗎 對啊 那個很容易 就是有的 它如果跟你底妝打架 不是會更容易有雀屑嗎 對 有一些產品 那所以知道 我的順序有點錯就對了 不是妳的順序 妳好像根本沒有在保養 對啊 你只擦了化妝水 後面的其他都是跟化妝有關的 對 就等於擦完化妝水直接化妝 聽起來 派派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喜歡簡單 然後快速的 因為聽到本來就知道 它化妝水完之後 它就直接擦 對 防曬隔離 防曬隔離 對 那它覺得太乾之後 它又加一個乳液進來 等於說它的東西其實都很少 對 那我也有想要推薦給派派的東西 就是簡單快速 這樣 好不好 那我請派派的先坐過來 好 我要推薦派派的就是這一個 專櫃的最佳 妝前乳賞這一支 妝前乳就是上底妝前要擦的嗎 它用在隔離霜後面嗎還是 還是化妝後面 這個就是我們就把它當成 就是你保養完就直接擦 那它其實是它的這一個是 它是專櫃這一個 這個星期彩妝這個系列 它其實出第一代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很好用 然後它最近出的 前陣子出的第二代 它在日本 就是一直纏連就是第一名 非常厲害 然後它也是就是大檔期 台灣大檔期的時候 專櫃一次那種會帶六瓶 十二瓶 我真的不誇張 覺得它用很快 它的這個真的很好用 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然後它這個紫色嗎 紫色跟就是明亮色 那紫色這個就針對皮膚 它會有明亮的效果 然後讓皮膚更白 然後這個顏色 我自己很喜歡用這個膚色 這個明亮膚色的 然後這一瓶它很厲害的是 它有針對於 剛剛拍拍說的毛孔的效果 但是這一瓶它很棒的是 它裡面有控油的凝膠粉末 對 就控油凝膠 但是它裡面還有一個 美肌的保濕精華在裡面 所以它就把它綜合掉 對 我先抹在我手上給大家看 對 現在的彩妝品都可以 它一個人做好多事情 然後你看它非常多功能 它非常的保濕 好 我現在推給大家看 它推開來之後 我不會不完全推開 它就很像一個鏡面一樣會反射 有 好亮 對耶 我在這裡它是反射的 對 亮亮的 對 有耶 你看它像一個鏡子 對 它很像鏡子 對 它裡面好像有加 就亮粉的感覺 可是其實它並沒有 然後這一瓶我覺得 很多的媽媽們 對它的評價非常高 其實很多媽媽的皮膚 有些都偏乾 對 它的評價非常好 天官又懶 保養又懶 然後年輕小朋友又不知道 可能又常常要罵小孩 所以它一直在處於 皮膚在生氣的狀態 可以請它弄大罐一點嗎 可是這種就是要小罐 因為大概一兩個就用完了 因為已經開封了 對 然後在用Vaping的時候 我會建議就是 你要稍微這樣子按摩 也是 老師 剛剛也是擠在臉上 對 就直接按摩這樣子 而且它也是打圓的 對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我們說到一個隱形毛孔的凝膠 它其實可以針對它 就是讓你的毛孔變得更細緻 對 要畫這麼厚 不用擔心 它待會兒就吃進去 不用擔心 我一點都不擔心 那如果說你想要有潤色 隔離 防曬 還有縮毛孔 然後還有就是它可以有保濕的效果 它這邊就是一瓶就搞定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 很多這個專櫃 很多媽媽們會喜歡 因為它帶小孩 可能沒有辦法有那麼多的時間 對… 然後我們剛才不是做按摩嗎 按摩完之後 我們就這樣子輕拍 輕壓 對 然後很多隔離霜 如果它要做保濕 它就會待會兒會覺得很油 很膩 對… 可是這一瓶它很棒的是 因為它裡面有控油的凝膠在裡面 所以它剛好就綜合掉隔離霜的油的感覺 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我根本不需要再上粉底了嗎 如果說… 因為它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遮瑕力 那如果說有些人擦完之後 有的媽媽比如說比較懶 她就直接壓粉餅 也OK 對 或者說皮膚 如果你覺得今天沒有什麼瑕疵 你壓蜜粉也是OK 那這是直接洗臉 還是我還要再卸妝 提醒大家 只要有隔離霜的成分帶 一定 對 不管它有沒有顏色 你一定要用卸妝的卸掉 好 對 不可以只洗臉 有人說我用沒有顏色的 我就直接就是洗面乳去洗 其實洗不掉的 你一定要用卸妝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感覺 吃進去了 有耶 立刻修飾 很像美肌了 對 它很像開過美肌的效果 很亮喔 很明顯 它沒有任何的遮瑕的效果 因為它有沒有美肌的保濕 的印子在裡面 所以感覺好像 你給我開美肌的感覺 提亮的效果 你真的美肌了 就變得很 它光澤感特別好 這品推薦給你 好 我對於維持身材 是真的是乖寶寶 然後就是我 因為我不吃零食 不吃甜的 珍珠奶茶一年給自己四杯的量 炸的湯 炸的湯 好精準 一年一杯 我去年到現在 我珍珠奶茶一杯都還沒喝 真的假的 在包裝以後就是 吃什麼胖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條 你裡面有這個狀況 第二條是什麼 身材維持不易 這很容易耶 真的 小玲姐 我覺得就是人年紀大了以後 真的 它的那個因為循環代謝 什麼都變差了以後 它真的是不容易 對我來講 其實我是一個 我對於維持身材 是真的是乖寶寶 然後就是我 因為我不吃零食 不吃甜的 珍珠奶茶一年給自己四杯的量 炸的湯 炸的湯 很精準 一年的湯 我去年到現在 我珍珠奶茶一杯都還沒喝 真的假的 我其實應該還寄存了 應該至少有六杯吧 我都還沒喝 等一下 你偶爾會喝 請問一下這位太太 你純珍珠奶茶幹什麼 沒有 我的意思說我一年給自己 四杯珍珠奶茶 扣打 扣打 但是問題是 我是不純 也喝不到 就是扣打過了就沒了 所以今年我像現在 你看現在已經八月多 九月多了 還沒喝 今年一杯都還沒喝 我一個人喝就四杯 然後因為我喜歡吃飯 我比較喜歡吃飯 白飯店 對 所以那 酒當然是偶爾會喝 可是問題是說 以前 那以前在這種東西的時候 就是說吃飯的時候 我吃完飯 15分鐘就不坐著 吃完飯就站著 站15分鐘 現在就想想要站著 就是先搶買單就好 因為肚子容易搭 就先走 我要走了 因為我不能坐著 就走 現在這一招我要學 好刀 所以就是先 站著就站著 就算喝酒也是站著 反正就站15分鐘 好累 然後 好累 然後後來反正就是 我算是對這種人很有毅力了 然後後來就是在 應該是兩年前 兩年前我拍完戲的時候 就拍完了之後 就因為太放鬆 太放鬆以後就是 吃什麼胖什麼 我也沒吃什麼 因為我炸的也不吃 反正就是吃什麼胖什麼 那不會胖 我大概就從 這麼忌口 從47 胖到52 然後 我 因為我都穿L的 穿M的嘛 然後就一直穿到 因為 已經要穿到L了 穿L就很舒服 可是我死也不買L 我就穿 我就穿M 然後穿出去 然後回來以後這邊 穿牛仔褲回來 就一條條勒到 勒到那個很難過 但是我 我還是不願意 做生衣穿 這樣都會暗塵 不是 因為我怕我 穿到L之後 就穿不回來 對 我懂 對 再舒服 舒適權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 就想說 就超慢跑 每天在家超慢跑 他說超慢跑 很有用 對不對 我就跑 跑半年以後 後來我去做全身檢查 做完全身檢查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因為我從46 47 然後胖到52 然後那時候去檢查的時候 大概48點幾 就是 瘦了 半年有瘦下來 可是問題是我的體脂肪 35% 然後 有一點泡膚的現象 他說你都是脂肪 你沒有肌肉 然後我說 我天天在超慢跑 然後還有 我還有脂肪肝 還有輕微的脂肪肝 然後還有我膽固醇超 我膽固醇超偏 天啊 所以我們學到了 第一 我們一定要去喝珍奶 喝珍奶 不是 吃炸的 我們一定要吃炸 喝酒 炸的完了 要來一個甜點 對 然後就要坐著 不能在 對 幫我 要坐著 要坐著 人躺就躺 不是 膽固醇的問題 當然是家族遺傳 因為我們吃進去的膽固醇 只能影響我們身體的10% 到最多20 所以80% 膽固醇是自己身體製造的 所以那個是跟你的基因 那個有遺傳 那我為什麼 我的為什麼體脂肪過高呢 因為他 你沒有運動 我不是 我天天在超慢跑 天天在運動 他跳倫巴 不是 我的有氧做太多了 有氧做多 反而體脂肪會下降 不是 因為我做完有氧之後 我也不吃東西 就是你 你做有氧沒有做重量 對 就是我有氧做太多了 它就是燒你的肌肉 沒有做不就好嗎 因為它要留下 它其實是要留下脂肪 要保護你的身體 因為你沒有熱量了 所以你現在小腿這麼細是萎縮你 沒有 我現在 我現在有肌肉 OK 不然你現在身材很好了 你看我現在小腿有肌肉了 對 還很漂亮 我後來就去 我後來 你看我現在大腿還有一塊 我 我 那有一塊 因為我後來就去練重量 去練重訓 可是問題是 但是我做了這麼多努力以後 我的肚子還是蠻大的 像你看平常我穿衣服 你會看我穿裙子的時候 膨裙的時候 就表示我肚子蠻大 真的喔 真的喔 其實你這樣看 其實我的肚子 圓圓的 看到沒有 我雖然叫做我肚子還是很大 而且尤其是因為有的時候 就是現在就 會不會你懷孕了 沒有啊 可是 恭喜小菱姐 懷孕要說耶 你 我告訴你 懷孕 懷孕我跟你講 我包下101 然後 那一年的煙火 我放 煙火煙火 因為就是 煙火灑出來 都是 好可怕 就是我們之前可能對自己的 這種東西太嚴格 對啊 太嚴格了之後呢 問題是其他的時間 你就比較懶 懶的時候你就喜歡坐著 你坐著 現在會坐著看劇嘛 那你就假坐 你就這樣啊 深蹲坐 不是 所以我的老師就跟我講說 你要這樣子啊 深蹲喔 你要這樣子啊 然後深蹲這樣子看劇 我說 誰可以 你可以 誰可以撐這麼巧啊 沒有辦法 你這麼刺激一定可以 他就叫這樣子 意志力很強 然後 所以我就一直坐著看劇 沒有 看劇有時候 他你就想追後面 你那個時間 真的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就想說 如果有什麼東西 他可以讓我又坐著 也住一下 對 因為我已經每個禮拜一 禮拜四去重訓耶 禮拜二跳倫巴 我的肚子還是那麼大 我懂 因為有些女生 其實小玲姐她算體重 沒有很高 對 身形我覺得以年齡來講 保持得也很好 對啊 可是有一個地方真的很難瘦 就是肚子 真的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年紀一大以後 我剛剛聽完 我覺得除了你剛剛講的那個 運動的習慣 可能要調整以外 我們年紀大了 整個代謝率也降低了 對啊 所以你的肚子呢 這邊是最容易囤積脂肪的 你要瘦真的很難很難 但是我今天有推薦一個 也是我們粉美賞最佳的一個得獎者 推薦給小玲姐 我們之前節目也介紹過 她得了年度熱賣賞的塑風褲 她在全球已經銷售超過200萬條 那我今天帶來的這一條更厲害 她是變成一個薛型褲的褲 所以我建議小玲姐 妳先換上這一條 現在去換 馬上妳的那個肚子會不見 好 現在去換 現在馬上 對 好 所以小玲姐在換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塑風褲厲害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用人台看 它整個版型 是不是非常時髦 對 就是一個薛型褲的版型 對 等於說妳在穿搭上面 它突破了以往的想像 因為我們講 它本身的織法有很多的特色 它會讓妳的 一穿上去以後 妳的尺寸小一寸 然後再穿久一點 它就可以甩肉 再穿呢 妳會看到 它本身的收小腹的功能 還有它收腰的功能 再延伸到底下 它可以讓妳的腿 看起來變得鮮長 等於一穿上去 妳就感覺視覺上 好像那個腿長延伸了五公分左右 小玲姐好像好了 好囉 妳拿出來好不好 來看一下 還有辣妹 厲害 對啊 這身材太好了 這完全回到層次少女肢帶 肚子高平 是不是 它剪裁上面 首先它可以收小腹 最大的原因就是 在這個寬板的彈力帶上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 現在腹部的地方先平坦之後 再來是哪個地方 腰部 腰部它把它收腰 我們再往下看 女生最在乎的大腿 對 這邊也是有這個 立體加壓的編織 它是環繞妳整個腿部 所以它是整個把妳包起來 往上拉 很多人說那這種 是不是要像小玲姐這樣 40幾公斤才能穿 我跟她說 NO 其實它呢 22腰到46腰都穿得這樣 同一條褲子 同一條褲子 而且它透氣感滿好 對 然後講到透氣感 我先講 它這個做工褲 其實你穿的時候 是越穿它會越健康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它裡面有頂級的石墨烯 我們都知道石墨烯 它最大的功能是 釋放遠紅外線 對 有時候女生在家裡看劇 然後開著冷氣 妳都沒有動的時候 對 它內在一直在幫妳做 妳就不用擔心說 我會餵刮或怎麼樣 它本身會持續在一個 恆溫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 我剛剛講到氣凍砂 台灣的這個訪研所 有獨家開發了一個 專利的氣凍砂 對 那氣凍砂它就是製造出一個 空間的流通 吸濕排汗 等於說可以讓妳 會非常非常的通風 那氣凍砂的好處是 妳坐著看劇 沒有動的時候 氣凍砂本身關閉 但是一旦妳要動 比方說妳做瑜伽 深蹲 它氣凍砂打開了以後 氣凍砂本身的纖維 會延展大概200% 兩倍 然後它的透氣度 就會延展500% 等於說五倍左右的透氣 所以穿起來非常涼爽 這麼聰明 因為它的反應太好了 所以它把氣凍砂的比例 增加了30% 等於說妳穿起來 會比之前感覺更涼爽 它調節妳的溫度的速度 會更快 其實今年就算下半年 如果大家真的只有扣打一個 買一條褲子的話 我覺得就是這一條 然後好好的照顧它 其實它可以穿很久 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女生 我覺得屁股還滿俏的 對 它還有這個提臀的效果 妳可以看 小玲姐今天就是 胸是胸 胸當然本來就是胸了 但是 很胸 腰是腰 臀是腿 腿是腿 覺得整個身形完整 對 就瞬間的美圖秀秀 因為它真的滿舒服的 我覺得今年夏天 是我人生這四十幾年來 最熱的一段 我也覺得 今天是熱到真的 我一天看兩場演唱會 因為對我們來說 看演唱會是 就是像約會一樣 所以早上我們都是 你知道精心打扮 精心打扮 用海蓋擺來擺好 然後妝到壞 化好的化好 那我平常出門 是不太需要再補妝道具 因為我真的是不太會 破妝的類型這樣 但是這一次我真的 才走到 才走到演唱會會場 還坐下來還沒開始 我的妝就已經化了 第三條 生活諸多壓力 一定要啦 現在真正 生活上超級多壓力 真的 妳說 本娘 妳有 我算是 人生幸福組 妳看起來 對喔 我是亞歷三大的代表 因為我做生意 本身就有很多壓力 我覺得這個就沒什麼好 但是 感覺妳真的很多壓力 沒什麼好抱怨的 因為就自己選擇 但是我最近有個 讓我真的壓力巨大的 就是我發現我超級嚴重的落髮 然後妳剛剛 頭髮是女人的第二生命 對 那就是壓力大了 那個壓力太大 而且妳就更在意 然後落髮就落得更多 對 因為壓力又更大 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我的那個落髮 是我洗頭的時候 這樣洗一洗 那個頭髮是會這樣一坨掉下來 對我之前也是 好可怕喔 然後我就很恐慌 然後連我睡覺早上起來的 那個枕頭上都是頭髮 所以妳夾太多花了還是 沒有 她先夾 就讓它Hold住在上面 對 壓起來了 我正在家裡 我不行用它掉 我把它夾住 然後就除了就睡覺起來很多 就我每天在家 地上都是我的落髮 然後我就每天 因為這個事情就會睡不好 因為我如果就是睡覺起來 會看到那些落髮 我就會不敢睡 然後我就變有失眠 或者是做噩夢 然後就也會讓我不敢洗頭 然後我因為 對喔 洗頭落髮會更嚴重 對 然後我不洗或洗都會落髮 我就會變成每天都在恐慌 然後如果有時候做造型 有時候造型師就說 妳這邊有點禿頭 我就 圓形禿 然後我就壓力更大 然後就變成是 我也不敢 可能給別人做造型 所以就變成是 這是一個二循環 然後我也有去問過一些醫生 他們都說 妳這樣子就是要放輕鬆 不要有壓力 然後我就落髮 我就頂了 就放不下來 我就覺得我是鬼島 所以妳又不想把頭髮剪短 剪短一點呢 剪短一點讓它營養 她有長髮迷失 對 我有長髮迷失 我就會想說 因為這件事情會讓我很不快樂 我就覺得我人生很 現在很低潮 然後這個壓力就會讓我笑不出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舒緩我的壓力 所以就變成是我睡眠不好 像我最近也都不能開長途車 有時候我去台中工作 因為睡不好 所以我開一開就會想睡覺 我就一個交流道 再下去 好危險 去路邊睡20分鐘 再開交流道 上來又想睡 所以再開 可能我台中 那又有點到不了 對 到超小的時候 八角 車子要開三角 好像老人 但是坐高鐵 其實在高鐵上好好睡 對啊 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變成是 因為這些種種的原因 讓我壓力越來越大 就我根本不快樂 我現在真的是每一天都笑不出來 我天天在你旁邊 我都不快樂的子晴 對啊 我快哭了 我來推薦一個東西給子晴 那不會是剛剛那個 石墨型套材 沒有 遠紅外線 好慘張 不是 夢會 但很多觀眾以為 很多觀眾以為我要推薦 生髮水對不對 不是 對 我本來就是這樣想 很期待 我跟大家講 子晴的狀態 生髮水沒用了 那為什麼 哪裡行 執法也沒用 子晴最大的問題是 不是外表的東西 你要製外表 你要先製心 真的 所以你現在叫我買水晶對不對 不是 我要推薦了 我們是喝什麼 黑曜石還是紙水晶 我要推薦的東西 也得到我們粉美賞專業的認證 它得到了今年年度最佳的 口服先體定賞 居然跟我們想的都不一樣 好心情先 對 其實我今天也在子晴旁邊也準備 大家都有 這個好心情軟糖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都是獨立包裝 攜帶方便 然後你看 它上面有一顆星星 太可愛了 星星的形狀 一方面代表好心情 另外一方面是代表睡覺 它會讓你好眠 因為它算是一個機能型的軟糖 為什麼它那麼厲害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多 對我們人體非常需要的成分 還可以好睡覺 第一個就是它萃取了 66種的蔬果發酵物 然後它還有專利的共生酵素 這個AK37 Leptico 再來就是它有專利的紓壓成分 叫做QSEX的 這個所謂的那種酵素 然後再來還有指導你要入睡這件事的 GABA 就是氨基酸GABA 還有就是可以釋放我們快樂因子的 維生素D3跟維生素B1 還有就是天然最近很紅的 天然的MMM2 有這麼多的成分組合在一起 你吃下去的時候 它會幫助你什麼 第一個小玲姐講的 穩定你的情緒 讓你紓壓 然後如果你睡前吃 還可以讓你怎麼樣 一夜好眠 不會胡思亂講 很重要耶 你先吃兩顆會比較穩定 然後思想 你的思考會比較正面一點點 然後晚上睡前呢 你也可以吃兩顆 你就可以讓你好好的入睡 不要胡思亂講 那大概吃一個禮拜 我自己的感覺啦 我大概吃了一個禮拜 還蠻有感的 就覺得每天心情都比較正面 然後睡眠品質也很好 然後皮膚看起來也會變得比較好 它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它是好吃的軟糖 因為它酸酸甜甜 有點像那個青檸檬的口味 所以剛剛講到軟糖 很多人說軟糖會不會越吃越胖 我跟大家講 這一顆大概才10卡左右 什麼概念呢 那壓力大的時候可以多吃一點 什麼概念呢 其實一般外面房間一般的軟糖 不是這種機能軟糖 它一顆大概要20卡到40卡 所以你吃起來是會有罪惡感 這個機能軟糖 好心情軟糖 我覺得好的地方是 你吃的時候很快樂 吃完也不會有罪惡感 而且越吃心情會越好 而且跟大家講 就吃這個軟糖的時候 最好我們配比較多的水 配一點水 配大量的水 你會整個代謝循環會更快 會變快 而且我們常講 就國外的研究有發現 咀嚼是可以讓人家放鬆的 對 再加上它裡面的成分 有很多我們平常摄取不到的營養 等於說它也可以讓你的營養更均衡 所以你靠著咀嚼放鬆 然後本身營養的成分 也可以讓你倒下 讓你好眠 久的循環以後 你身體自然就健康 因為我們常常講 生病其實最大的原因 有時候是心理 真的 心理造成的生病 然後人就看起來憔悴 對 可是你健康了以後你開心 整個人看起來神心細爽 年輕 工作也開心 然後人緣還會好 今天來有些 甚至心靈都被療癒了 是 所以大家就玩一次習慣 然後再加上自律 心情就會越來越好 好 了解 有 專櫃最佳蜜粉餅賞 這已經很容易補添付了 不然這影像都好乾 再補不就更乾 這一個真的不用擔心 有耶 有耶 就是這邊的比例在這邊 油光是不是還是很明顯 有 有 有沒有 有 有 但是你看這邊就已經沒有 但是你看我補完 其實我剛剛壓滿多 很多次 變氣勢了 可是你看它的肌膚的光澤 對 它不會整個壓掉 還是有光澤在 是 有霧才會有光 對 對 你有補起來嗎 我這邊有打亮才會有 對比 在對的地方發亮發光 這邊是油 對 好 觀眾朋友最後一下 最後一下是什麼呢 妝容轉瞬即逝 我 小魚 這個就是我 你怎麼會 因為其實像我本來自詩是 我是不太容易脫妝的人 對啊 因為我是乾性皮膚 對 我也不出油 然後我的眼妝這些東西 都是已經經歷過 我千錘百戀的脆選出來 都是基本上在外面 就是10小時也不脫妝那種 可是我這是去日本的時候 我真的遇到危機 為什麼 因為我去日本都是 心美姐之後 我都是去追星看演唱會的 那我們喜歡的那個演唱會 弟弟們 他們體力都很好 他們一天是兩場 中午唱一場 然後中間休息兩個小時 晚上再唱一場 你的意思是說你兩場都有 對 當然 因為就是為了他們 對 同樣的人 對 同樣的人 一樣的表演 不一樣 OK 有時候我座位不一樣 他們表演不一樣 誰會跌倒 誰會講不同的笑話 那都不一樣 那曲是一樣 但問題是他們的互動不一樣 完全是不一樣 因為比如團員有7個人 他們有你真好 所以你這時候專門去看他們跌倒 出錯這樣 對 或者是我 這是很衰 我這是去海裡經歷 流汗之外還要大哭 因為我喜歡那個團員 他生日場 我喜歡那個團員 他前兩天公布他確診 所以他的生日場 那一天他不可能來 對 因為要講到 因為今年的 我覺得今年夏天 是我人生這四十幾年來最熱的 我也覺得 好熱 你光是在日本嗎 對 今天日本太熱了 熱到豐富 對 比台灣熱 我覺得台北還沒那麼熱 東京是熱到豐富 也那麼熱好 其實日本熱問曉雲跟我最準 我們每一年去日本無數次 超熱 超熱 就是那個我的感覺是 台灣的話 台北的話 熱起來像是 你知道就是微波爐 因為你還是有點濕氣的那個熱 但是日本是氣炸鍋 就是你走到那個瞬間 你就是覺得說 那個蛋就已經爆炸了 真的非常熱 我可以這樣 蛋爆炸 對 真的我每天都熱到爆炸 然後又要經歷那個心情三溫暖 然後我一天看兩場演唱會 因為對我們來說 看演唱會是 就是像約會一樣 所以早上我們都是 你知道精心打扮 精心打扮 對 用海蓋擺來擺好 然後妝得化好的化好 那我平常出門 是不太需要再補妝道具 因為我真的是不太會脫妝的內心 但是這一次我真的才走到 才走到演唱會會場 還坐下來還沒開始哭 我的妝就已經化了 天啊 晒融掉了 對 晒融 然後到晚上更不得了啦 怎麼辦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什麼就是可以 但我這種平常不補妝的人 需要有一點補妝的陣子 有嗎 我看了一下 沒有 所以不要再去追新朋友 不行 那我真的真心要推薦的 你要請教的 不會脫妝的不是老師 應該是那個舞台上的那些人 對 他們怎麼都跳 對 他們才厲害 對不對 然後那個頭髮也不會 也不會亂 然後那個妝也不會掉 那個是看體質 真的 因為比如說我喜歡 那個團有七個人 我喜歡那個是到第三首歌 他的妝都都掉光那樣 所以他們團裡面有人是從頭唱到尾 都好像他剛剛都沒有跳過舞一樣 那就交給你了 老師 好 但是我覺得就是 每次遇到乾性肌膚 最擔心的就是他跟我們說他要補妝 因為超難 對 因為不管補什麼都會一塊一塊的 也是會 也是擔心會害怕 你知道 油性肌膚 我們都不擔心說他要補妝 因為補上去就OK 可是你知道乾性肌膚也是補完妝之後 或者是很害怕乾性肌膚 上完粉底之後要壓蜜粉 壓細紋都出那個 這個動作都會讓人很害怕 你要很小心 因為你一旦位置算錯 或者是東西用錯 還有量 那個量 用壓太多 不能太多 然後也要控制好位置 只要擦去太乾的地方 就會很擔心你知道嗎 所以我要推薦小芸一個 也是彩妝類的專櫃 它有得獎的專櫃最佳蜜粉餅賞 蜜粉餅賞 這個品牌 其實它住到這麼 它有這麼厲害的蜜粉 其實我滿驚訝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 其實很多那種 因為它其實不是最主要是做化妝品 對 化妝品 但是它裡面其實很多化妝品 像口紅什麼都還滿好用的 那這個時候我那時候單看不取得它 怎麼樣 就是可以這麼的保濕 因為有的蜜粉它可能是做鬆粉型的 它抹上去之後抹開來會滑滑的 對 很綿密 可是蜜粉餅有時候會辦法做出這樣的效果 可是它就是補完妝周 像我自己也是乾性肌膚 我自己如果平常出門 這是我出門補妝用的 我就會帶一個這麼小的海綿 好可愛 手指形的 我平常就會直接這樣按著補 美妝蛋那種的 要先吸油嗎 如果說你真的是大出油 已經有水的那種 就必須把水吸掉 有汗 對 已經是汗了 在壓這個 對 但是如果說像小雲 你平常可能就不太出油的人 比較少出油 對 其實就沒關係 直接壓 就直接壓 好色喔 如果說你剛才可以用像我一樣 這種小海綿 對 那如果你要選擇刷子的話 我會建議你要選擇像這種平頭的 用沾的這樣嗎 用刺的 用刺的 平的這種 真的嗎 老師是用這樣刺的 就是它會用旋轉的方式 我想說這樣 啪啪啪 就是它放上去的時候 其實它這邊可以順便填平毛孔 這種平行的 刺上去旋轉 對 它會有點覺得 有點像刷子 可是它不會到刺 就是會感覺有刷子那個刷毛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真的一整天也沒有補過妝 而且你知道我也是感性肌膚 所以我每次補完妝之後 我最擔心除了細紋跑出來之外 我覺得每次補完妝 你不曉得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補完之後毛孔變大 對 對 本來沒有的 補完毛孔就出來了 都跑出來了 瑕疵出來了 那就不要補 好像有耶 對 蠻容易的 萬一我今天位置很好 但偶像會看到我那怎麼辦 那其實小雲的鼻頭這邊 跟這邊都有一點有油脂對不對 有一點點 這樣蠻好看的 對啊 就是有一點像韓星的那種感覺 亮亮的 水光機 但是我們其實亮的地方 其實會希望是這個地方才對 會建議你可以加強 再例如說這個 蜚頭這個地方出油 這個地方 三角形的 對這裡最容易了 鼻翼好容易喔 真的 而且這裡就很容易顯現出毛孔 忽然這眼下都好乾喔 再補不就更乾 這一個真的不用擔心 有耶 來 對 因為你自己覺得呢 也有耶 這邊的鼻翼跟這邊 油光是不是還是很明顯 有 有 有 但是你看這邊就已經沒有 但是你看我補完 其實我剛剛壓滿多次 但是你看它的肌膚的光澤 還是會長 它不會整個壓掉 還是有光澤在 是 有霧才會有光 對 不能整個都是光 你有補起來嗎 你才會有對比 對比 就在對的地方發亮發光 這一面的這邊是油 對 這邊就沒有那麼亮 我們轉過來看 是耶 有沒有看到這邊它是變霧的 對 有光澤度就會跑來這邊 而且臉好像變得比較小 對 因為往上拉了 會變瘦了 我覺得歪歪的 這邊好像變得比較小 感覺有V耶 有被體感 真的 然後這個密封 我覺得它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除了不會乾之外 可是你抹上 就是你塗完之後 你會覺得皮膚好像被這樣 繃 對 被拉的 被變緊繃的感覺 對啊 重點是不乾 我本來還滿擔心的 我想說 你沒有做我們節目了 應該會變醜吧 不知道 不是 還幼耶 我有前面二次的累積 真的 它抵達得好 它抵達得好 耶 OK 很需要 好需要 恭喜你 今天要開始介紹 所有消費的詳細資料 你追蹤你的我的IG就知道了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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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